七月盛夏,随着温度的升高,在北美没有天敌的日本甲虫就开始出来祸害我们院子里的月季了 我后院有几朵月季花都被啃了,刚复花的切花株丽叶花瓣也被啃了两个窟窿 看网上,花友们都比较推荐一种物理的杀虫剂,叫做Nemo Oil 苦链树油,正好我也得到一瓶是苗圃售卖的,可以在Amazon或者是印度人的店里面买到 苦链树油含有一种称为硬链素的化学成分,具有强效的抗微生物活性 同时具有杀虫的效果,可以用来作为天然的杀虫剂 Demo Oil对付害虫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喷洒苦链树油可以使植物变得很不好吃,从而害虫就不喜欢吃它们 如果害虫吃了,就会抑制它们的产暖和脱皮的能力 还能造成它们的幼虫或者成虫中毒 苦链树油防治害虫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 它可以对付牙虫、戒壳虫、红蜘蛛、日本甲虫、纪马等主要害虫 同时它对梅菌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对白粉、黑斑、绣病等叶子病有一定的防治能力 苦链树油是由苦链树的种子萃取出来的 这种树主要产在东南亚、印度以及非洲 也称为印度丁香 因为这种油可以用在制作洗发水、润腹剂、肥皂、亚膏等日用品里面 所以对人猪相对来说是安全的 原意爱好者都比较推荐它 但是苦链树油它很难融于水 所以我们要借助洗洁精和它混合 再加水稀释才可以用来喷洒植物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参考的配比 用5毫升的尼姆油加上2-5毫升的洗洁精混合 再用1升的水稀释 我这个壶是4升的 所以我需要量取20毫升的油 加上大概15毫升的洗洁精混合就可以了 这些是我们西式制作杀虫机需要准备一下的小工具 下面呢我就要开始混合油和洗洁精了 我这个小勺子呢是15毫升的勺子 我先倒15毫升的油 再加5毫升 然后我再倒15毫升的洗洁精 我用小勺子将它们调和均匀 搅拌后就是这个颜色 我们打开壶的盖子 然后将混合好的油倒进这个壶里面去 然后我要加4升的水将它们稀释 有说明说是需要加温水稀释是最好的 我看网上也有用自来水的 所以我就偷懒直接用了自来水 如果不怕麻烦用温水 我相信效果应该会更好一些 下次呢我也用温水吧 这样一壶四升的沙虫杀菌剂就配好了 使用前还需要用力的将它们摇晃均匀才行 我们需要对植物的叶片正反两面都要喷洒 我这棵子叶矮樱花树啊 是很容易招日本甲虫的 所以呢我也给它喷了很多很多 月季是每一株都要喷到的 说明一下 最好选择温度不超过32摄氏度 阴天或者是早晚喷洒 不要在烈日暴晒下喷洒 这个沙虫剂可以每周喷洒一次 连喷三次就会有很不错的效果 不建议过度使用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 我是May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集再见